Hillow 大家好,歡迎收看健康連線,我是佩景 那這次呢,我們一樣邀請到泌尿科醫師,鄒潔龍,鄒醫師喔 鄒醫師好 佩景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醫師好,泌尿道感染一直反覆的早上門的話呢 會讓大家就覺得很困擾喔 但是生活當中有沒有一些就是透過飲食可以改善這個 或者是預防這個泌尿道的感染呢? 在飲食上面來講,最重要的還是多喝水 那多喝水我曾經建議患者,他可以用排尿日劑 因為他的尿液保持在1800或2000cc以上 足夠尿液的話呢,是可以預防泌尿道感染的產生 當然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觀察每次如廁之後尿的顏色 他尿的顏色如果是輕輕的,而不是非常黃或濃濁的話呢 事實上,在產生這個泌尿道感染的機會會變得比較少 此外的話,如果是有性行為的婦女的話呢 特別注意到刑防前和刑防後 多喝水,把尿液趕快排空 這時候對泌尿道感染是大有幫助的 除此之外的話呢,對有一些停經後的婦女 如果他發現有萎縮性的陰道炎,那是可以考慮 這可以在陰道局部給予磁激素 不過在使用之前,要確定並沒有復刻的癌症 也沒有乳癌,才能夠正確健康的使用 那說到泌尿道感染呢,大家會想說那要多吃蔓越莓 那想請問醫師,吃蔓越莓真的有效嗎? 我想對台灣的民眾來講的話呢 最熟悉的預防泌尿道感染的製品呢 就是蔓越莓果汁或相關的製品 那之前有研究呢,就是蔓越莓的製品呢 它可以減少細菌附著在泌尿道的一個機會 所以也有研究指出大於65歲以上 有神經性膀胱的患者,那服用蔓越莓的話呢 它可以減少泌尿道感染的機會 不過呢,相關研究很多 那有些大規模隨機分配的雙門測試當中的話呢 並沒有得到一致的正面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蔓越莓果汁或相關的製品 不用,對泌尿道感染多少會有助益 不過要記得,還是要多喝開水是最重要的 除了蔓越莓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保健食品呢 對於我們預防泌尿道感染是有幫助的呢 是的,在歐洲泌尿科的治療指引當中 除了蔓越莓之外的話 還提到另外一個產品 叫做低甘露糖 它的作用呢,就是它的小分子 能夠跟泌尿道系統裡面的大腸感菌的切毛結合 因此在多喝水的狀況之下 能夠讓人體它泌尿系統 像膀胱可以將大腸感菌順利的排出 在歐洲泌尿科醫學會的治療指引當中提到 如果是反覆泌尿道感染的患者服用甘露糖的話呢 它預防的效果比安慰主還要更好 那英國有叫NICE這個機構 就是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也提到了 使用低甘露糖 它對於泌尿道保健有個正面的效果 那另外還有一些患者真的是非常的尷尬 可能就是反覆泌尿道感染 尤其在刑防之後啊,常常會發生 這個情況可以考慮 那我們醫師在評估之後 可以在刑防之後呢,給予預防性的抗生素 對於預防反覆泌尿道感染也有正面的幫助 如果你喜歡早安健康的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要記得打開小鈴鐺才會收到我們的最新通知喔